欢迎光临 你是要在这儿吃饭吗 我随便吃点就好了 不用在这儿 今天必须在这儿 我真的随便吃点就好了 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先没有通知你是我不对 要不我们先坐下吧 不管怎么样 你总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吧 我第一次见伯父 现在这个样子多尴尬啊 我知道 是我不对 明珠 其实是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们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一个月 两个月 你放心 我爸爸这边我会说服他的 你不用担心 小蕾 这不仅仅是伯父一个人的问题 我也有我的家人 你也应该替我想想啊 而且 我还没有跟我的家人 说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呢 那好 那你家人那边你去说服 我来说服我爸爸 明珠 我希望你能够带着妈妈 哥哥和妹妹一起搬到这边来住 好吗 我也想啊 你以为我不想吗 可是 也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吧 我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能搬到这里来呢 再说 现在我的家人也很需要我 明珠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家里人 家里人也不可以剥夺你的幸福吧 可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 真正地给自己一次机会呢 你放心 家里所有人到这边来的话 我会负责的 我们结婚吧 小蕾哥 你先不要说这种不切实际的话 照顾我的家人 那是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你 你为什么要照顾我的家人 你已经够累够辛苦的了 我不想让我的家人 成为你的负担给你添麻烦 你怎么办 现在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份工作 那就去工作呀 明珠这不矛盾 那你就去工作 你如果真的想到 彭达集团去上班的话 我就算跪下来去求夏强 我也会帮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背着去求他 我不希望那样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知道吗 小蕾 小蕾 跟我出去 爸 出去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要在这儿说吗 不行 出去 出去 我有话跟你说 走 不行 爸 走 爸 爸 爸 我知道今天的事情 没有事先跟您打招呼 是我不对 对 可也不要这样吧 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说 跟我回家再说 我现在可以跟您回去 可也应该 先跟明珠打个招呼吧 又不是不认识 跟他打什么招呼 跟他打什么招呼 伯父 今天的确是太唐突了 对不起 我不想听你说 我不想听你说 爸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这样 他让我毛骨悚然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立刻从我面前消失 从我面前消失 醒 爸 没关系 晓蕾哥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 伯父 我请 明珠 明珠 晓蕾 晓蕾 我许你走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一定要对明珠 我这个样子 晓蕾 你千万别走 你要想继续跟他再交往 你不如直接把我杀了 然后再直接跟他交往 行吗